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请到三位资深的记者 于一来为大家来介绍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 中间新闻台中的资深记者张俊栋 主持人还有委员无安 第二位我们介绍的是 中间新闻政治组的资深记者林渔乔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我们还请到是 中国时报资深政治记者林明贤 大家好 那么今天大家最关注的时事话题 还在进行室当中 就是实案的问题持续的延烧 那么关于胃硬冲的一个积压 现在也还在持续的召开当中 在我们的这段一个小时专访当中 随时有最新的讯息 我们会在这边同步也带大家来看 不过今天首先还是给委员请教的是 实案问题跟人人都有关系 它不分蓝绿 对那这个问题 现在一路发生到现在 大家总觉得政府的处置 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恢复信心 温云冲现在被约谈到案了 在正在积压庭在开当中 似乎好像把他压了 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实案这个结构 这次问题我们发现 它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恐怕也不是现在执政党实在就有的 所以这问题要能够好好的彻底解决 您怎么看 特别是在政商关系这一块 让大家又更加伤心 不只是私不安全 还有政商关系卡在那边 很难做真的是结构性 而且彻底的处理 其实实案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安问题 那我们在处理上 就必须用国安的一种标准 那从去诊断这个问题的本质在哪里 那到去建立一套组织 然后有效的去执行 如果说这个问题当然从源头管理 包括食品工厂 以及食品工厂进口的这一些原料 这个上游如果不管空 那就很难处理 第二个是下游的这个机查 那机查必须人力设备到位 那我今天刚开了一个 就是食安的记者会 我邀请了李明亮 前抗SARS的总指挥 我的食安顧问一起举行记者会 那我们提出了几个诉求 就是说中央的我们当然 就是不是我们地方直接处理 可是如果要台中来讲 它是最风险很大 很脆弱 会发生食安危机的地方 其实以前的所谓的 这一个多率联本事件 虽然它生产在彰化 实际上伤害最大的是在台中 那这个事情 台中有2700间的食品工厂 只有27个机查人员 那这个就是一个人 要去机查100间 是新北市的10倍 是台北市的100倍 那虽然这一次 如果从下游来看 我们怎么为了加强 机查的人力预算 就是说如果做一个地方首长 可能我要在下游的地方 强化机查 然后来提早发现问题 跟解决问题 那上游的这一个 所谓的原流的一个管控 恐怕就是中央政府跨部会 因为涉及到海关 涉及到非常多的政府部门 那这个时候 如果单单给卫福部 那显然他没有统和协调的能力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说 马总终于召开了 国安会议要来处理这个 可是比较让我意外 因为我在国安会待过五年 当过咨询委员 也将近四年 就是他的结论是只有 所谓的这个 呼吁大家要去检举 另外就设立一个食安办公室 那事实上 我的判断 就说好像还没有对症下药 那有意识的提高到国安城市是对的 因为那影响台湾整个对外 未来的整个国家形象 我们的品牌 那个对食品跟我们的产业 冲击是非常大 但是怎么样有效的诊断跟因应 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够展现出 那一种效率跟效果出来 对 这个东西 我们这次说不只产业面影响 国家形象被影响 其实国人健康被影响 这恐怕才是更长远的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刚刚委员您讲到 因为你在国安会呆过 所以您可能在这一套的一个作战的一个经验了 特别是在SARS期间 所以您刚觉得现在马政府没有对症下药 那什么样才叫对症下药 当然大家发生问题都想要找一个 就是说就是犯罪者嘛 这个是当然 现在鼎心他确实也是祸首 可是在同时处理这个东西 去厘清真相追究责任 然后去进行各种的一个补救之外 更全面性的食品的问题 这只是一个征兆出现 可是背后 那台湾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食品原料的进口 你要不要同步的清查 还是发生一件 就是在处理一件 那政府的形象就破产 现在是变成了食安的危机 变成国安的危机 变成政府的危机 变成在解决问题的人 形象被质疑 没有公信力 那当然就是因为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 跨部会中央到地方 那我在选台中市长嘛 所以我就有提出说 我要增加台中市的这一个 这个食安的机查 跟相关设备的能力跟预算 然后我需要建立一个 就是食安的一个 专家顾问的一个小组 然后我们希望说 在台中检举 这一个的一个 这个奖励无上限 所有的这一些罚金的七成 都归于检举人 这个当然是 从下游去处理 就是击查你的力不足 你透过一般人民 来帮助你 到处啊 去击查 但是上游的问题 我们地方政府没办法处理 可是如果就国安的经验 我会提出来说 我们看整个食安的这个危机 就是本质上 它是一个就是会慢性 毒杀人民的一个国安问题 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么重要的话 那你政府的组织机制 是必须怎么调整 如果按照现在分工 可能没办法解决 所以提高国安城市是对的 可是你不可能每一天 有国安会来处理这个事情 你还是要回到 就是建立一个打击 结果食安这种危机的一个 一个应变的机制 然后你的组织人力预算 怎么到位 这个中央地方怎么协调 那这个法令的修改等等 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看到这种反应稍慢 那目前提出的对策 也没有办法让人觉得好像对阵下扬 可能还要再努力 所以会预期接下来 在所谓的卫报弹再来 恐怕大家真的是要心理准备 还有德国基金最在担忧的 伊波拉的病毒的一个扩散 大家恐怕也要心理准备 在这里政府到底有没有能力 好好把危机处理好 那鼎欣现在威加说 他拿30亿元出来 做所谓的食安基金 这是拿钱出来展现诚意 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吗 您觉得够不够 还是应该要逼他再增加 还是其实把他关起来比较用 因为今天民进党立委 段一康在立法院说 他的营收一年是多少 几千万只拿个30亿 比例太低了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那是 魏加他自己在处理危机的时候 他必须要争取 比如在司法上 或者是社会舆论上的支持 我觉得那个城市我们就尊重 钱多少是一回事 那是属于公司内部 他基于自己的整个危机处理 形象管理的一个回应 可是我觉得我们去讲说这个多少 其实不是重点 政府有政府的角色 中央到地方 每一个角色把它弄清楚 然后看哪一个地方有漏洞 哪一些是要赶快 就是紧急应变 哪些比较 久一点要重新建立新的制度 至少危机让大家意识到 这个问题是很重要而急迫的时候 也是转机 可是这个时机很有限 我们的政府必须要用过去 比如说我们在抗SARS的时候 或现在的伊波拉会进来 然后再加食安的危机 有关于健康安全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怎么记取过去这一二十年来 累积的经验 在组织 还有在这一个人力 在预算 上面能够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们危机式转机 那如果要不要做一些彻底的 体制上的改革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看执政人要怎么做 那么当然未来这个年底 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先去首长选举 在这边可能有交替 有轮替 大家如何在接棒做下去 但是到底要有什么态度 来看待这个问题 像今天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柯文哲的发言人 潘建志医师 也是个医师 今天破了一个文章出来说 在1985年时候 发生所谓的收水油事件 那次也是个选举年 结果就让所谓的五党级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还没正式成立 所谓的五党级就全部上垒 全垒打 大家通通都选赢了 所以这次实在太有机会了 对民进党来讲 这是一个大好时机 您觉得您要靠这样状况来赢吗 其实我去台中经营十年 不管是好时坏时 不管是刮风下雨 还是出大太阳 我的心态都是一样 我就是让台中人 觉得我是真心诚意 提出愿景深耕基层 所以现在当然比较大的环境 因为执政者表现不好 当然对挑战者一定有利 可是我们如果只是寄望说 天上掉下来的机会 那其实有时候 也不一定就把握得到 我自己是操支在己的部分 我自己把它做好 这个最重要 因为选举的变数很多 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事件 明天那个事件 如果一心以为有洪湖将至 基本上我觉得失败的机会比较大 我自己是到台中经营 我所下定的决心就是 不管外在环境怎么样 我有办法透过我的努力 争取到市民给我一个机会 这个才是我现在最在乎 其实我在台中的经营 不是因为就是好选我才去选 或难选我就跑掉 是 其实新营有十年之久了 那其实年营的对手 就是先任市长胡志强先生 他也做市长也做到了13年之久了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边待了都挺久的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台湾国人团所做的最新的一个民调 在台中市的选情的部分 这个民调数字出来 是不是来画面上看到 林佳龙现在是48.6%的一个支持度 领先胡志强31.7% 委员这个数字领先幅度挺大的 跟你们自己做的民调数字是不是差不多 因为有将近17个百分点的落差 表示您现在看来应该是很胜券在握吗 其实没有到投票都不能够大意 因为这个真的是选情其实可以随其万变 过去也出现过很多就是突发事情 可能就是说两岸的问题 子弹或是任何的一个危机 担心是不用担心 就是危机出来就把它处理好 其实有时候危机并不一定就对谁有利 而是危机处理 你能不能展现让人觉得说你值得信赖 那这是我自己的专业嘛 那到这个民调倒是跟我们自己在做的 也是这半年来都还蛮接近 我们大概自己做 大概都是大概12%到差不多20%之间 那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不过我觉得这个民调是比较有趣 就是说其实最近你看到各家的民调 我的可能稍微起伏 有时候40出头 有时候接近4089 但是胡市长的支持度一直都在三成左右 甚至更低 那为什么一个现任做13年 有那么庞大的行政资源 他打了很多牌嘛 政机牌 派系牌 那为什么他好像没有显著的拉起来 那这个也就是 我去觉得台中人大概普遍有一个看法 就是说其实胡市长 他当然就是做了13年 也很想把它做好 那总是努力过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是毕竟啊 这个城市所同一个人在继续治理 变成17年 是不是就可以有什么新的气象或突破 其实大家是觉得说 其实胡市长并不是一个 就是让人觉得说 就是讨厌的政治人物 可是时间也差不多应该要换人了 那要刚好我在那边也经营了10年 那我整个在经营的走的路线 也比较不是传统的 蓝绿的那一种 就是说好像对决啦 这种这种路线 所以我慢慢的比较能够争取到中间选民 甚至淡然选民的支持 不然从基本盘来讲 台中还是燃烧大于绿 那我用我个人的努力 去争取到中间偏蓝的一个支持 那大家觉得说 是可以试试看 由林佳龙来做做看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普遍存在的社会的气氛 这个人对胡市长就会比较不利 他必须要向社会来说明 为什么非他不可 如果他13年已经做得很好 那也可以交棒给别人嘛 那如果13年还没有办法 做得让大家非常满意 那再四年就可以改变吗 我想这个是胡市长 他可能需要面对到 这个民调里面的数字 那我的部分就是 怎么样持续的去赢得 可能第一次想投绿营候选人的中间选民 或淡然的人 愿意投下那一票 其实我们刚看到是支持度 同时其实当然还有看好度 我们也从度带委员一块来看 那再看好度数字的部分 来下一张 那看好度数字部分差更大 委员是45.2% 那么在胡市长 这边是只有18.1% 好那是如委员您所讲的 你的深耕石 让大家看到是不一样的可能性的领导人 已经在台中即将出现了吗 我请到郡栋 郡栋在台中市的观察 是如委员事长所讲的吗 做太久了 胡市长做太久了 所以委员是有新鲜感 是这样吗 普遍来说 因为我们在台中 跑新闻 当然都可以跟市长 跟一级的官员 有一些互动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有一些问题要去找市长 来做一个解答的时候 那立刻能够想到的就是 哪个时间点 就在哪个地方可以碰到胡市长 那过去的这几年来看 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状况发生 就是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 那因为胡市长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所以他的一个说法 一个说词 常常会让大家还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想 去思考说 他讲完了这一段话的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什么 那久了之后可能市民就会觉得说 这市长是不是在耍嘴皮子 是有幽默感 但是不是在耍嘴皮子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说 就是台湾也很奇怪 就是每到快到选举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首长 地方的机关 就会推出一些 让你非常有感的一些政绩 比如说在台中最近 大家吵很凶 吵很热的BRT 对超有感的吧 因为你就要嘛 你就上去搭 不然像我是开车的 所以我就必须 跟这个BRT的列车一起行进在车道上 我也非常有感 所以这些有感 在台中的市民看来 有人当然会觉得说 好棒哦 有双减的公车是小确幸 但有人会觉得说 好像有点小悲惨 因为车道变更急 对 所以就是说 在我们看来 我们就觉得说 13年的一个时间 当然他会希望能够寻求连任到17年 这个资历可能会更完整 那也会在历史上面留下一个 很棒的一个记录 不过普遍市民上来看 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似乎有一点点腻的 是 所以会因为这样而支持到 委员这边来嘛 就军斗年的观察 是因为这样 所以整个支持度拉高了 是 那这是我们的记者 在现场的场子 这也是主要在主跑委员 在看整个台中市 这几年这个变化 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但这个现象当时 候选人 参选人自己要有努力 或是你自己做的不够好 被检验之外 但我们刚刚讲 大环境的问题 还有提出来建设 等等的问题 所以今天看到整个营这么多 您觉得问题是在哪里 BRT是很重要的 现在最Hard 大家来讨论的话题而已吗 当然 胡适洋做13年 他的治理模式 比较办活动 然后让大家觉得 很有趣 可是久了之后 毕竟大台中县市 合并深格 有些基础建设要做 比如说你说 13年盖不出 一公尺的捷运 然后长不出一颗巨蛋 或小巨蛋 然后我们的河川 永远都像臭水沟一样 没有一条爱河 或东山河或基隆河 就市民也会去想 就说没有错 如果我们有一个 就是很讨喜的市长 我们看来也很顺眼 可是久了呢 就像说你没有面包吃 肚子还是会饿嘛 那这一些东西 是大家对大台中县身格 最期待的时候 我们如果去看 胡市长的13年 他曾经给我们很多梦想 但是有点梦破了 然后梦也醒了 比如说他提到 古根泰美术馆 他第一次竞选市长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证件 那跳票了嘛 第二次他提到 要有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那最后变成一个 法律争议还打输官司 第三次他要七条捷运 写在选举公报上 就选后突然跑出一个BRT 在两年前 我想不要说台湾人 台中人也没有听过 BRT是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 说BRT会救台中的交通 那如果那么重要 为什么13年前你不开始做 那如果你用这个精神来看的话 就是说因为冲促上路 然后又变成说 来解决他捷运跳票 的替代方案的时候 其实人们会想嘛 就说这个有这么伟大吗 那你把它膨胀的那么伟大 人们就会检验你嘛 那这个落差大 所以我觉得胡志强 是被胡志强打败的 所以他给大家非常多的希望 可是失望了 那我是让台中市民会觉得说 我虽然失败过 但我不气馁 我一步一步的来争取市民的认同 那所以有点说此消彼长 在十年前我要去说服台中人说 请相信我给我一个机会 人家请空降的 我们怎么知道你选书选业会怎么样 可是十年后的今天比较水到渠成 很多人就说总是嘛 这人就有心意 酸输也没走 我们这十年来看到他在各种的活动里面 包括提出很多愿景 比如大台东三首线 那些我们都在推动了 而且就是现在胡志强也认同 那人们就会去想啊 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十年前就由我来做就好了 或者十年前 胡市长他当时是反对嘛 那他现在转而去支持 所以其实市民其实时间久了 其实大家会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不是印象的问题 而是说这两个人 一个已经做得比较久 而且他能力都差不多 已经尽量了啦 再勉强也不一定能够有什么改变 另外一个这么有心 那我们是不是试试看 总是林佳龙如果当选做不好 四年后我还要面对连任的压力 可是胡市长他如果当选的第四届 他也不能够再连任了 他就没有压力了 所以很多市民是基于蛮理性的啦 这样的思考 比较你看的试试看 台中人需要这样试试看吗 可是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的民调 最近在最近应该前两天吧 台湾指标民调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 那个民调里面其实 我原来大概拿下 我印象中没有错 他在32 胡市长是29 其实两个相差大概2.4左右 那是不是在这方面 因为这个民调数字落差太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 在台中市的明星上面 你自己怎么掌握的 是不是说像刚刚讲BRT BRT某种程度 虽然说大家一开始愿意蛮多 但是我看每一次BRT 我自己在台中看过 BRT也是斑斑克满 所以在交通问题上 事实上是不是也有点发酵 或者说另外 在台中线 因为台中市现在不止台中市 还有台中线 在台中线的部分 是不是委员这个部分 好像国民党 似乎已经开始整合 什么的 让这个民调 是不是有上 你自己在现场 在台中市怎么样去观察 另外说 怎么样迎战 其实台湾指标民调 他做了很多题 有支持度 有施政满意度 等等 那他总和起来是 预测我赢7%到18% 所以跟这个大体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纯粹就民调本身 因为他的回答率比较低 因为32比29 加起来只有61 那一般的调查大概各加 大概都有七八成 所以就是比较特别 这次做的时候 这个台湾指标民调 我是相对拉低 那我们自己每个礼拜都做 应该是说 我们都维持两位数字的领先 是蛮稳定 并没有太大的起伏 那就是说在整个台中 胡志强的一个选情 他大概打几个牌 第一个政机牌 可是政机牌 他用的BRT 其实根据民调 甚至友台 很多的一个报告 其实BRT并没有 让人民感觉改善交通 刚刚雨桥提到说 搭的人不少 那是为什么 因为原来走台湾大道的是公车 每一天有四万五千个人次 他现在把你公车 取消到剩下三班 所以迫使这些人 一定要做BRT 所以BRT每一天四万人 是从公车转移来BRT 不是新增的通行人口 是这个问题 他没有根本的解决 但是因为你BRT 站了两个车道 又有两个车站 那么使得这一些机车 他被排挤到巷道 或很多人就干脆不开 台湾大套了 因为会塞车 所以我是说 有没有资本 就是说台中不做轨道运输 包括三首线捷运 那你去用这个BRT 有办法解决台中交通 我认为是没有办法根本解决 它只能辅助性的 去有一些转运的路 路往用BRT 而且要做BRT 也不是现在这种半套的 还要停红绿灯 还要跟其他的车子混合车道 然后它的转弯还不能超过45度 因为会卡住 而且是中国制的柴油车 就市民会想 你坐了13年给我这一套的BRT 我就觉得市民不会觉得说 这个是什么样的政机 那我们也不用去否定BRT 辅助性的可以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选举冲促上路 就导致很多人会觉得 那你就是为了赶 那赶就很多问题 抱怨就会跑出来 当然委员特别强调 不要去否定他 因为最近当然胡志强正也认为说 委员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BRT 也认为你在这个政策上 是个变色龙的一个态度 但今天在我们面对这里的访问是说到 不要去否定他 但显然对他是非常有意见 好那我们请明显来看 那BRT以外呢 还是说这个民调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 现在看到的状况不好 所以胡志强很难起得来 那这样一路走下去 赢的可能性已经出来了吗 其实在蓝绿的民调里面 很大的一部分都为表态的选民 那蓝军的这一块为表态的部分 那包括蔡英文主席私下在谈话的时候 包括台北市台中市也一样 就是说如果国民党找到最后一个 吹票的策略的话 那蓝军的选民出来投票的话 那最后选情 会不会民调就呈现逆转 所以现在你的民调虽然领先十几% 可是台中市包括前阵子一周刊的报导 地下赌盘开出来 您是让2.5万到3万之间 那换算成支持度大概是2%到3% 所以您认为民调不准吗 还是赌盘会比较准 那这一部分地方也在讲说 您在台中县 原本台中县山海屯的部分 整合是有问题的 包括您跟新潮流的那一部分 蔡其昌虽然出任您的发言人 可是毕竟地方还在传说 如果委员您当选之后 市长就是八年 那蔡其昌八年就没有机会 这一部分地方整合会不会成为 也是您的一个罩门 其实在民进党里面的政治文化 你即使有初选 那选完了支持者希望团结 大体上 我们是应该说空前的团结 以在台中这个地区 新潮流跟非新潮流 过去有很多严重的派系 这个之争 现在大概都很团结 那我也很感谢 至于说县市或派系 比如说胡志强他除了打政绩牌 就是打派系牌 可是我的看法是说 其实派系少数人去站台 不代表基层是支持胡志强的 我常年在台中经营 我是我跟派系也不会说就是冲突 但是我是完全跳过派系去经营 他过去垄断的选民 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台中海线 派系是最强的 红黑派 包括张清堂前线议长 还有是议长 然后延青标前立委 可是这个部分 我什么活动都去 比如说大嘎妈 绕境 九天八月 我是五年 每一年跟着所有的信徒走路 那胡志强他就顶多是 大嘎妈起轎 稍微服教一下 那其实我是在走一条 就是说对方走不到的地方 我就拼命的深入 所以慢慢的这个效果 随着选举接近之后 各方面的风评都出来说 林家龙看得到人 那以后选举 他上来也找得到人 这一种亲近性 是胡志强他做不到的 好 那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 委员刚刚讲到 你做的是不一样的选举的模式了 你跳开了派系 你亲自下去了 所以今天看到 有新议委民调又认为说 这恐怕是空气票 好 待会我们就继续来看 那么如果这个 当初大家现在会后悔选胡志强 那十年前 十年前是不是就应该支持林家龙 那十年前为什么不支持林家龙 问题出在哪里呢 出在公布病例这件事情吗 待会我们还要看到 台中还关心 还有交通跟治安的问题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